好 那么对于欧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朋友们啊 如果往大力去讲 如果往大力去讲 什么样的情况是比较可能呢 朋友们 我给大家在这里去讲一讲 好吧 那么对于欧元其实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里是一个通道 对不对 好 通道打出来之后 它填在了这个紧线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其实这就有可能由通道转化成 在这里可能存在的奥端式 所以说接下来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要关注欧元在这一块区域 在这一块区域 它是否还能往上去打上去 如果它在这块区域打不上去 在这里很慢慢的都能衰竭 这个时候在客观的表达上 它是去向于往下去走了 有怎样的一个通道 然后转化文这样的一个 大家可以把它称为头巾顶也好 然后在这里产生一个奥端式再往下走 这是比较可能的走势 所以说接下来欧元在这个地方 大家就要关注像我刚才所说的一个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能否在这里产生再一次往上的动力 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 大家其实有一个就性价比的策略了 大家知道吗 好 朋友们 其实性价比的策略在哪里 就是找机会参与它在这里的奥端式 你去布局它的破位 这是一个性价比的策略 这是一个性价比的策略 那么这个奥端式在哪里 大家可以去关注15分 15分钟级别的N结构 或者碰撞等等 可能产生的参与 参考进场的位置 因为它在这里无非绝对只有两种情况了 对不对 它要么在这里继续往上打 形成一个这种的震荡 对不对 那么要么就形成在这里的奥端式 它别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对不对 在结果上面是不是只有这两种可能 要么形成奥端式往下走 要么在这里继续给我震荡 对不对 它是不是只有这几种可能 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么在这里其实就有一个 可以做性价比的生意 那么如果主观分析上面觉得它会往下走的朋友 在这里可以去寻找一些参与进场奥端式空的点 这是一个性价比的策略 然后这个群众稍微的50%往上走一点 好 那么其实在这里是一样的 就像我在之前在这里做分析 也是一样的嘛 朋友们 对不对 一样的思路 一样的道理 之前是不是在这里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样的道理 这就是告诉大家去做性价比策略 就应该这么去做 当时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当时我提示大师在这里可以干嘛了 可以去布局它奥端式性价比的空了 因为它在这里既有诱度的信号了 然后这个震荡区间也有这么大了 在这里它也表现去上不 也有上不去了 对不对 那么它在这里无非就两种情况 要么形成奥端式往下走 要么继续给我震 那你觉得哪一种可能性更大 当然在那种客观情况下 我觉得它会想破的概率稍微大一点点 那么在这里 我就可以去尝试做它性价比的空 所以说在这里是一样的思路 朋友们一样化俘虏 所以说大家学会灵活 它在这里是一样 通道是不是破位了 通道是不是破位了 那么它在这里的时候 又是形成了一个景线 对不对 那么它要么继续往增大嘛 要么就真的奥端式下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朋友们 这个就是当下欧云的旁边 在这里可以尝试去做性价比奥端式的空 可以尝试去做性价比奥端式的空 然后参与进场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布林带 可以参考一下15分钟级别的N 什么时候出现一些好的拐点 15分钟的N是什么意思呢 朋友们 就像现在这里是一笔 然后在这里打一下 然后再一笔 如果这个位置N形成破位了 大家就可以去做它的空了 然后它的止损点就在这个N的高点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完整的性价比结构上的一个布局 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说最终看这样的一个市场 给不给你机会了 在策略的布局上和客观的分析上 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 对于刚才欧云的这样的一个旁边 和我们潜在的性价比的机会 大家听懂的朋友打个数字一 好不好 好 朋友们都听懂了吗 所以说有时候机会就是这样 是吧 我以前跟大家说 这个市场就真的只有两种机会 值得我们去做的 一种就是做性价比 它确实 只要你对了 你能够赚的比较多 第二种就是做确定性 那么凹断式 它就是一个做性价比的一个思路 那么在这种地方可以尝试去做 然后大家要知道 做性价比的仓位一定不能太大 性价比的仓位一定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是吧 向死而生 错了就错了 不要有任何这样的一个心理负担 因为你本来就是新方部队 就是去失措的 对不对 一旦新方部队占据了好的位置 接下来咱们这样的一个提动部队 再往上去跟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对不对 所以说 在这里其实也提供了一种中场性的布局 你就去参考大级别 四小时级别 或者听途级别的奥装士 去做底仓的布局 然后再去往顺着往跟 这是一些思路 好 那么这是欧云 所以说朋友们 在这里其实我已经把大概情况都说得差不多了 这里就是支撑位 这里就是仅仅位 那么他在这里 在我看来往下破的概率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说在这里 可以去做性价比的空 但是这个群众不是很大 就是说概率稍对来说拼大一点点 所以说朋友们 这就是欧云当下的一个思路 那么具体的可能还是要等到他 临近大选的节奏 可能才会拉出比较不错像样的行情 比较不错像样的行情 好不好 好 那么这个是咱们欧云的一些情况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理解 好好的去跟 啊